曾找来港星成龙大秀斗趣5G 更曾让平时纵横球场的 独球巨星希罗热武代言 但新加坡电商虾皮最近却亏损连连 再度传出了裁员消息 电子商务巨头虾皮今天再次裁员 据了解受影响的员工来自不同的部门 虾皮中国19号召开了临时大会 宣布团队重整和裁员消息 员工表示裁员会议只开了 短短7分钟就结束 被裁员工随后立即查误此人 堪称光速裁员 而不止中国员工 虾皮印尼也将被裁减3% 大约180名人力 这项调整是为了优化运营效率 不止虾皮裁员的消息不断 美国休闲服饰品牌GAP也同样证实 因应不断下滑的利润和销售额 GAP将透过裁员来减少支出 这波裁员潮也烧到了华尔街巨头 高盛集团 消息指出高盛已在亚洲地区资遣 至少25名员工 目前主要集中在大中华区 根据了解高盛通常每年会裁员 1%到5%的人力 而随着中国全面开放证券业 高盛和其他同行也在中国大举扩张 但疫情风控和地缘政治因素 也让中国的投资活动受到冲击 三里新闻 李立涵报道